大家好,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在我开始之前,记得订阅本频道,打开小铃铛。 这样我发表新内容时,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三星高阶行动处理器Xenose2200开始,通过与AMD合作提升GPU效能,率先引入实时光线跟踪功能,备受手游玩家的期待。 但是三星晶圆代工过于冒进,引入4LPE工艺,使Xenose2200出现高缺陷率和低能效。 受Xenose2200影响,去年Galaxy S22系列频繁出现发热、吊针、卡顿、续航不佳等现象。 为了降低发热和功耗,Galaxy S22内置GOS游戏优化服务功能,限制CPUGPU效能发挥。 遭到大量韩国、欧洲等国家和地区用户的吐槽,Xenose2200用户口碑大幅下滑。 Galaxy S22系列不得不全面转用高通骁龙8 Gen1。 不过,时隔一年多,三星高阶Xenose晶片回归。 近日,三星电子在System LSI Tech Day 2023活动上,展示了Xenose2400出产入。 其CPU、NPU、GPU、5G数据机等居获大幅升级,并有望应用于三星下一代旗舰手机Galaxy S24系列。 另外,为了改进Xenose2400通讯效能,三星电子与非地面网络、NTN运营商Skylo Technologies合作推出了下一代5G数据机。 该数据机将非地面网络解决方案,集成到一颗晶片中。 搭载该晶片的手机可以在传输或接收数据时不间断地覆盖广阔的区域。 值得注意的是,非地面网络技术在紧急情况下的用处。 三星在发表会一段演示视频,展示了一颗卫星在没有手机服务的地区连接到5G, 并通过双向短信发出救援请求,强调了三星电子在迈向超连接时代的无线通讯技术方面的领先地位。 Exynos 2400采用三星电子4nm工艺制程,与Exynos 2200相比, 其CPU效能提高1.7倍,AI效能提高14.7倍。 GPU也是Exynos 2400的亮点,但是三星电子没有介绍Exynos 2400GPU的效能, 只是强调继续搭载AMD最新架构RDNA3的Sclipse 940GPU。 三星指出,Steven Apes 940GPU提供改善游戏和光线追踪效能, 透过光线追踪,包括全局照明,更准确的反射和一影渲染,增强游戏真实感, 为高端游戏爱好者提供最佳的用户体验。 如今,三星相对保守,Exynos 2400没有选择目前最先进的3nm工艺制程, 而是继续采用较为稳妥的4nm工艺制程, 同时保证Exynos 2400效能获得大幅提升,有助于改善用户体验。 但是,当前高通,联发科高阶,AP已经弥补光线跟踪等功能的不足, 三星Exynos 2400能否赶超高通? 联发科新一代高阶,AP值得关注。 根据业界推测,明年三星Galaxy S24,Galaxy S24+,将同时搭载Exynos 2400和高通, 骁龙8 Gen3,Galaxy S24 Ultra将采用高通骁龙8 Gen3。 不过,三星尚未证实此事,称详细的晶片策略, 只有在Galaxy S24系列即将推出时才会公布。 如果与业界预测一致,按照以往经验和惯例, 高通骁龙8 Gen3和Exynos 2400有可能由三星电子晶圆代工部门生产, 将有助于改善三星晶圆代工业务。 今年以来,受行业下行周期影响,三星晶圆代工业务低迷, 加之失去三星高阶Exynos和高通骁龙8 Gen2的订单, 驾动率持续下探,至今,晶圆代工行业还没有明显好转的迹象。 如果明年Galaxy S24系列导入Exynos 2400, 并带动高通骁龙8 Gen3在三星投片, 将促进三星晶圆代工厂驾动率提升, 部分缓解三星晶圆代工业务经营压力。 与此同时,三星Galaxy S24系列如果采用Exynos 2400, 也有助于降低三星NX部门采购成本, 提高营业利润,并提高三星AP市场份额。 今年,Galaxy S23系列全部搭载高通骁龙8 Gen2, 使三星NX部门采购成本大幅增加。 根据三星电子财报显示, 自从三星电子开始全面使用高通骁龙8 Gen2以来, 仅今年上半年,行动应用处理器AP解决方案的价格 同比上涨了30%, 采购费用高达5.75兆韩元。 明年,Galaxy S24系列如果同时采用Exynos 2400, 高通骁龙8 Gen3, 三星NX部门与高通将拥有更大的谈判空间。 原本高通就受到失去华为订单的冲击, 三星Galaxy S24系列行动晶片订单对于高通的重要性提高, 高通为争取三星明年订单可能进行部分妥协, 而且三星利用Exynos 2400也有助于其在与高通的价格谈判中占据上风, 从而降低采购成本。 业内人士表示, 明年三星MX部门的盈利能力将大幅提高。 Exynos 2400应用于Galaxy S24系列, 也将促进三星行动AP市场份额的提高。 今年,Galaxy S23系列全部采用高通骁龙8J2, 三星Exynos缺席旗舰机型, 使三星行动AP份额大幅下滑。 根据Counterpoint Research数据, 三星电子行动AP今年第二季度的出货量市场份额仅7%, 跌至第五。 如果Galaxy S24系列采用Exynos 2400, 并获得用户认可, 三星将加大导入量。 届时,三星行动AP市场份额将大幅提升。 Exynos 2400包含了三星更大的AI布局。 三星将Exynos 2400 嵌入到未来手机应用的参考设备中, 使手机变成AI设备, 可将文本转换为图像。 三星电子系统LSI业务总裁表示, 生成式AI已迅速成为 今年最重要的趋势, 需要更强大的基础技术来处理数据, 并将AI变为现实。 当前, 生成式人工智慧是通过学习大量数据, 创造新结果的下一代人工智慧。 例如, 创建对话的Chat GPT和根据输入的文本, 绘制图片的DOWIE, 而且这些生成式人工智慧与行动晶片, 手机相结合, 可能催生AI手机, 并且能够降低成本, 保护隐私, 正成为科技巨头抢占的新机遇。 三星将AI能力植入, Exynos 2400, 使手机能实现生成式人工智慧, 意味着三星入局, AI手机将与谷歌, 苹果展开竞争。 当前, 生成式AI浪潮正在袭来, 晶片设计公司, 手机公司, 以及互联网公司都在涌入该领域。 三星从Exynos 2400开始, 将加速AI布局, 抢占下一个风口。 Tark Yonglin表示, 生成和处理数据的生成式, AI已成为今年最重要的技术趋势, 并且越来越需要确保更先进的基础技术。 他说, 通过实施短距离和长距离通讯解决方案, 以及LSI人形机器人, 我们将开启主动式人工智慧时代, 这是生成式人工智慧的进一步发展。 鉴于三星新款Exynos 2400的CPU、GPU、AI通讯效能的全面升级, 解决低能效问题, 将大幅提升用户体验, 有助于改善三星高阶Exynos晶片的用户口碑。 目前, 三星还未明确表示, Galaxy S24系列将采用Exynos 2400。 但是, 如果Galaxy S24系列导入Exynos 2400, 将提升用户使用体验, 改善Exynos用户口碑, 增加三星晶圆代工部门订单, 降低三星MX部门采购成本, 提升三星行动处理器市场份额, 助力三星抢占主动式AI机遇。 那么, 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 扩论有余。 最后, 请点赞, 订阅。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 谢谢。 谢谢。